今天我们在体性论上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小的圆满的结束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是会探究到 《内言经》讲义里面的一些名相 因为有的人对于这个见经见性 还有能见之性 还有见经四经 如来藏妙真如性 有时候他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转变成这种名相 等一下我会让大家了知一下 至于这个名相方面 它的意理是一样的 它只是在用的角度方面 诠释方面 它有时候在所切入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法义是没有不同的 我们慢慢来 我们现在翻到这个起信论的卷下 四十页 三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 如来藏他无有前计 所以无名之相 亦没有始 亦没有始就是都没有出相 如果说三界外 更有众生始其辙 就是外道经所说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前面上个礼拜讲 如来藏没有前计 好 那有人会用 会这么思维 那没有前计 那是不是就是有后计呢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告诉你这个究竟 你就在那边马上写第十四页 我在讲耶稣的时候 你动作要快 马上记上去 然后做一听法语 好 如来藏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对不对 好 而且呢 万法都是以真如的体为体 所以说说万法毕竟空极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断媚空 对不对 如来藏它可以给万法体 所谓的这个体就是毕竟空极之体 既然如来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如啦 真如竟然可以给万法体 那么它本身怎么可能会无体呢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体不是 不是始终你所想的 那种有体性 不是那种 但是毕竟空极之体 你要知道真空是不空的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慢慢会讲到 诸佛断得究竟 父本心缘 十本合一 那我们再了知啦 诸佛断得究竟 那你知道啦 对不对 我们世尊二十勇王 无名断尽 那当然不用讲 那一定是怎么 跟本业世的生命相续上 那一定也是尽哦 对不对 所以才有办法无肉啊 才有办法正得六通啊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这个注意 这个父本心缘之实 十本合一 就是说 始绝跟本绝要合一 千千万万要记住 十本合一 才有办法弃入本源 才有办法弃入心之本源 也就是说弃入本绝之治 本绝与始绝本来就是没有两个绝体 那个是一个从从始绝之治 要来反 就一般像我们所则观信 不是耳根源通里面 是不是反文文字性 对不对 十本合一 也就是始本 始绝本结 相继 之时 他才有办法赴本心源 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叫做呢 没有办法相继 那就相当于 他还没有办法 正确的正度 这个本绝之十字 这一点要注意 好 那么呢 要始本合一 相继 之时 所得的捏盘 才能够与如来藏相应 是长孔不变的 关系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 得捏盘之后 才能够与如来藏相应 什么叫做捏盘 你一定要注意 捏盘它就是 本来不生 本来不灭 本来一个极尽的星星 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这个妙性天然 对不对 我们捏盘妙星都可以 那你 你既然是极尽的星星 对不对 而且它一定是 亘古横长 什么叫做亘古横长 亘古横长就是说 没有群记 也没有后继 是怎么 是必尽长柱 毕尽长柱 恒无断绝 这个我们在第十四页 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 它成为长恶不变 长恶不变 就是亘古横长的意思 对不对 重点就是这个 湛然长柱 一定要记住 湛然长柱 湛然就是 我们的战绩星星 对不对 而且你还讲的 湛然长柱 为什么是成为 湛然长柱 这样的意思就是本不生 本不灭的那个涅槃妙星 那个就是所谓的涅槃跟祖拉杖相应 你不要把涅槃跟祖拉杖拆成二 学佛法 不要被冥想绑死拉 那个是我们的言语上 有前跟后 但是这个法意上是贯穿的 法意上是贯穿 这个是延展性 是无止境的 要千万记住 不要被文字像所束缚拉 像那个金呢 对不对 金已经出矿 就是金已经离矿了 金呢 就是一定要从金光来 里面才能够提炼出来 对不对 因为它有杂质 就像我们人一样啊 对不对 像我们反复众生一样啊 对不对 你要真的涅槃 你没有去货 你如何能够真的涅槃 对不对 涅槃 真的涅槃 所以说呢 就像这样金出矿一样 既已经成了纯金了 它就不负再为矿 敬畏来记 本不生灭 那如此 那你说如来的涅槃 岂会有忠敬之死呢 有人之所以会认为 如来的真的涅槃之后 是不是还会再变众生 那只是因为这八个字的关系 为什么 那八个字 众生会从真起望 那如来呢 是怎么样 反望归真 那众生呢 这个 就把这个真 反望归真 如来的这个反望归真的这个真 那众生就把它当做 众生也是从真起望的 那如来就是说怎么样 它的涅槃一定有劲 涅槃有劲 对不对 众生是在余念不绝才会起三细六出五一六章 那对不对 但是世尊不是啊 世尊是怎么样 已经 自觉神 自觉甚至 自觉甚至 什么叫做自觉甚至啊 自念症的功夫 对不对 你要有自觉甚至 你最起码要怎么样 无念 离相 对不对 无怨 无求 无守住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世尊反望归真这个真跟众生原本的佛性是没有恶哦 没有恶体哦 只是因为众生是来自于一真起望 重点错就是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学佛的时候要注意 如来藏本来就没有前迹 无后迹 为什么 无形无相啊 不生不灭啊 战然常住啊 而且是怎么样 战绩 那岂会有前迹跟后迹呢 对不对 连无明都没有一个起断 无明是来自于你的心动 动心动就有念 心动就有念 真如他本来就是离念离相的 你这个一念不觉就是说 因为你不知道众生本来就 众生始终就没有办法理念 众生始终就没有办法理念 所以他没有办法守住那个真如的这个自信 理念离相的自信 就是因为一念心动而不觉 那所以才有一个三四里有出五一六然 这一点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此呢 十三皆多于有箭 十三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三个 都是多于有箭 前二就是多于空箭 那总共加起来 就是以人我箭来讲就只有五五箭 有五个人我箭 所以 了解到这一点 但是呢 因为凡夫有人我箭 你一碰落入人我箭 那绝对绝对就是以六四望线为主 最起码你认为一个我 有一个身相在 对不对 有一个我箭在 那怎么会不起法旨呢 所以说呢 以六四的分别性 来文教 没有职 世尊已经讲过了 在内验经里面讲过了 对阿南开示 以及与会大众 你若是用六四望心 来亲吻我世尊所讲的一切法 那也还是落入于六四望心 对不对 舍是用根是告诉你舌是舌六四行 那用根用什么 用根性 那个根性指的是 本不生本不灭的如来藏性 相应在我们的六根门头 那个才是所谓的本不生本不灭的六根性 要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说呢 以六根性 六四分别性 来亲吻法医的时候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 离言得意了 离言 就是所谓的不能够离 言说相 心言言相 对不对 得真实的第一地 这点要了知 好 现在我们要来讲法我见 注意哦 这个法我见 没有像这个人我见 这么容易切入中心 所以你们在这个名相的转换上面 你一定要多看几次 每一句 每一句 你要测试了知这个法医之后 然后你延展 法医的延展 你才有办法推展出来 才有办法推展出来 好 法否见呢 是以二圣 顿根故 注意 顿根哦 他没有讲 如来呢 但未说人 无我 以说不究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如来对二圣人 他没有说究竟意呢 什么叫做究竟意 后面马上会讲到 所以呢 啊 见有五蕴生命之法 啊 五蕴 其实这个五蕴啊 新叫做这个蕴 蕴就是一个机具的意思嘛 啊 对不对 好 见有五蕴生命之法 这个是这二圣人 二圣人呢 因为见到有五蕴生命之法 所以他怎么样 他不畏生死 所以他要忘取涅槃 所以二圣人所正之涅槃 是什么涅槃 就是什么偏空涅槃 好 我们现在来讲 啊 因为呢 二圣人 啊 啊 根基于顿 但是二圣人跟我们反复来讲 那是不是二圣人的根性 又比我们更怎么样 更超然啊 那第二圣人 啊 跟菩萨来讲 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菩萨是更超然 哦 是我们呢 虽然不是在这个结位上 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了知 你什么根性才能够射受什么法 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用这个例子来比喻 啊 因为二圣人呢 啊 根基于顿 啊 如来呢 不对二圣人说 诸法缘起之理 注意 诸法缘起之必尽空性的第一异地之理 哎 不是都就简单跟人家讲哦 诸法 啊 对不对 从原生 诸法 从原命 哦 大家都不陌生 那现在呢 我没有了知 啊 这个二圣人他首起之指 他 直 他的直的中心点在哪一个地方 好 啊 佛呢 只但为啊 这个二圣人说 人无我之理 啊 让二圣人证悟到我空 二圣人是不是断见识祸啊 啊 啊 所以说 佛呢 啊 我也说 诸法正常之理 所以说啊 前面讲到说 说不究竟 注意 这个正常之理 就是说 诸法无常 但是你不能够直 他这边有讲正常之理 就是说 你不能够直走有一个无常 也不能够直走有一个有一个常 这个就是不落入两边 哦 你执着于常 跟执着于无常 这个都不是正常之理 都不是正常之理 所以说你 因为二圣人的根气不足 所以 世尊人没有办法呢 为他们说诸法就尽 真常之理 啊 啊 因为二圣人怎么样呢 不了法法为心 至于这个法法为心 等一下我会在这个 啊 愣眼睛里面 再做一个说明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说明的就是说 为什么 你要了知 为什么法法为心 啊 为什么法法为心 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伤和大地 那也只是我们这个如来葬心里面的影像而已 但是众生 啊 啊 岂会了知这一点 你若是没有在法义上 若是没有在 任元经上面 那今天 世尊所讲的 啊 五印六入十二出十八戒七大 就是本如来葬妙真如性 所谓的本如来葬妙真如性 就是说 以如来葬体的必经空体之体为体 所以说你生死即是捏盘 为什么生死就是捏盘 啊 为什么 因为生死 是生命法 它是因缘法 对不对 那即是因缘法就是幻起幻灭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体性 它是毕竟空性 那毕竟空性的当下 是不是就是本不生本不灭的极尽妙 捏盘的妙性啊 所以有人讲说生死就是捏盘 你要告诉他 这个究竟意思应该怎么解释 不然的话呢 光是一文解释 生死就是捏盘 那现在我们都是生生死死六道轮回 那就是表示说我已经正捏盘了 仿佛众生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告诉他 以义理来告诉他 因为二圣人啊 妄见心外实有五云生灭的生死法 这个就是重点 就是二圣人所指的 他认为怎么样 他兼职 心外实在有五云生灭的生死法 所以二圣人怎么样 他会取畏惧啊 他为什么 他赶快真的捏盘 所以说二圣人所正的捏盘 之所以称为偏空捏盘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不了知究竟义 他不了知远起的究竟义 他只知道啊 圣死是因为来自于这个五云生 所有生死 所以他怎么样 他要灰生明治 哎 赶快呢 怎么样 灭掉这个五云生 然后呢 怎么样 短见识或有呢 赶快出三界 为什么 重点就是说 他不畏生死 所以二圣人类 急求出三界 急 急速的那个急 急求出三界 而忘取涅盘 重点就是说 二圣人他执着心外 实实在在 有那个五云生灭的生死法 所以他怕了 他害怕了 所以他赶快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灰生明治 求的涅盘 他不晓得他求的这个涅盘 就是拼空涅盘 不但呢 没有办法回小巷大 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正道 本不生 本不灭 急进行进 湛然常驻的 那个涅盘妙行 没有办法 真的是很可惜 好 这个就堕入涅盘坑 好 云和对峙呢 既然已经了知到 这个二圣人所执的这个法火箭 那你如何去对峙呢 好 那对峙的方法 好 不独 是我空 不丹丹 这个五云生 是 不可得 毕竟空极 五云诸法 亦附全体性空 注意 五云大家都知道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好 那设法 大家不陌生 受 指出所作我们的六根 六根 六根是不是能够感受 对不对 六根你看 我们的眼根对设法 耳根听闻音声 对不对 所以受 是指根 想 受 是指这个六根 想 就是指什么 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 事心啊 对不对 六事 行就是指第七意识啊 事就是第八意识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是不是根层是总包含啊 啊 无有一法是不空 是亦附全体性空 也就是色受想行事 皆是空极 对不对 虽然 虽然 虽然生 就是说 表面上看起来是生 有生 那既然他有生 那一定会有灭啊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生 其实是借着因缘而生 没有实在的体性 所以他就说 虽生实在是无有生 那既然是无生 那是不是灭亦无有灭啊 既是无生 那何来有灭 对不对 好 众生本来常住 啊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本具的佛性 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对不对 如来藏妙真如性 如来藏妙真如性 就是毕竟空极 刚才已经讲过啦 不止五次啦 对不对 毕竟空极 他是战然常住的 亘古恒常的 所以说众生本来常住 这个地方不要搞错啦 以为说 哇 那太懂了 对不对 那众生不落入生死 不落入轮回 其实这个地方要搞清楚 众生本来常住 你一定要提到 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 为什么 因为众生的佛性啊 生佛 三无差别 对不对 那如来藏性 即是毕竟空极 对不对 我们讲真如的离体 是怎么样 无有前记 无有后记 我们刚刚讲过 如来藏是无有前记 无有后记的 而且他是战然即进 是亘古恒常的哦 所以说众生本来常住 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 本来就是如与涅槃 对不对 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涅槃就是 湛然常住 极尽心性 本不生 本不灭 对不对 当下就是 那涅槃的妙性啊 是不是 众生本来就是常住 如与涅槃啊 是要这样做的 做诠释 所以 古德有云啊 幻化空生 即是化生 这个地方要注意 一文解字的话 这个绝对会出问题 幻化的五韵生 为什么就是法生 好 人家假如问你的话 你要知道 怎么要诠释啊 因为我们如来葬姓 是亘古恒常 而且呢 重点 你马上提笔 因为如来葬姓 他本质具足有 恒合杀树的尽性功德相 这个就是众生常有办法内勋啊 对不对 好 那么万德具足 也称为如来的法神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如来葬姓 本质具足有 恒合杀树的尽性功德相 这个尽性功德相 他不是一般我们 仿佛所认为的 这个有形有相 不 他是一体 一族来藏体所起的 本质 无相 清净的 恒合杀树的尽性功德相 为什么要讲那个恒合杀树 就是因为众生有恒合杀树的烦恼 有祸 所以呢 我们有内勋 为什么有内勋 内勋用什么内勋啊 我们常常讲 本质的内勋 重点就是如来藏体 他本具有 本质具足有 恒合杀树的尽性功德相 那我们常常讲 如来藏 如来藏 常如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来藏体中 本来除了有 恒合杀树的尽性功德相 可以作为众生的内勋 而且呢 万德具足 就是所谓的如来的法身 所谓的法身 不是一般我们所见的什么神 这个神就是指积具法性之理为神 所以我们才称为法身 对不对 这个在 这个俊下的这个 第十六月 先把它记起来 那你注意听我诠释就好 俊下第十六月里面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法身就是积具法性之理为神 理事一 事项有千差万别 那这边自然讲 法性法性 法性就是法界性 什么叫做法界性 法界一项 就是说万法必尽空极 法法都是安住在必尽空极的本位 本是平等一位 你要做这样的诠释 你才有办法来 来进入说 原来啊 原来幻化的五蕴身 它本质无实体 它是必尽空极 那就是所谓的如来化身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知 你说如来藏中有如来 如来藏中常如来 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 那为什么我们的真如自信 为什么我们的如来藏性 可以作为众生的内宣 怎么宣呢 它具足用什么 才有办法作为众生 要 就是有本觉 不觉就是因为一始觉而起 对不对 那么你有了不觉 不觉是一始觉而起 那既然有不觉 那既然有不觉 一定要用始觉 不觉是以本觉而起 那既然有不觉 所以我们要用始觉之志 对不对 来烦恼环境 对不对 那所以说 你本觉之志 为什么可以当众生的训续作用 内宣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本我们的真如本体 它本来就具足有恒河沙树的尽性功德相 你不要看到这个相 你就把它当作是 这个有形有相的那个相 要搞清楚这一点 它是一个作用力 它是一个清静的这个作用力 做众生内宣取作用的 好 所以说 若是知道此意 那么 法子至前 这样了 知道 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究竟离 我看到这三日感到很有希望 好 注意看 接下来我们要探究 什么叫做究竟离 这个望子 大家都已经绝对不陌生 人我二子 好 五驻地祸 注意 我们常常 看到结文上面有这个五驻地祸 五驻地祸 就是五种驻地之祸 这个是来自于圣漫经 是来自于圣漫经 那我现在稍微把它带过去 什么叫做五种驻地之祸呢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再讲一次 好 五种驻地之祸 就是五种驻地的烦恼 就是 借一支驻地 就是所谓的生贱 生贱等三界的进货 那几品呢 对不对 八十八品 对不对 或这个 你要正到进货 断进货 那要进到位 对不对 那你私货要断 断进 那一定要到修到位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 什么叫做第二 第二种的这个这个五驻地祸 就是欲爱的驻地祸 色爱的这个驻地祸 这个有爱的驻地祸 这个欲爱色爱有的就相当我们所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烦恼 那还有一个就是无名的驻地祸 无名的驻地祸 无名的驻地祸就是说 包含三界一切的烦恼 出息的烦恼 这个就是无名的驻地祸 这个所谓的五种驻地祸 需要亡言厥师 注意 这个亡言 前面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离言说相 厥师都是离心元相 但是呢 这边有讲 妙气真如 放得就定理 你要妙气真如 你必须要了知什么叫做真如之意 真如 他是理念理相 但是就是众生始终无始的 他就是不成理念 所以他没有办法证悟到真如 真如 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断媚工 不要把它认为说 真如体念 他是无欲法可得 无欲法可求 所以这样子的观念的话 很容易误入 误哦 错误的误 很容易去误入 这个 外道的那个断媚工 你要知道这个真如 他是本质 理念理相 本质极灭 常住 亘古恒常 你一定要了知这一点 方得就定理 方得就定理 注意哦 你要离远绝尸哦 而且还要妙气真如哦 才称为就定理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 染境诸法 都是因为有相待而成立 你看对不对 执所有 那世尊就是要以空来破之 世尊说一切法 重点就是在破众生的一切值 所以说呢 本而一法可立 无一法可得 所以众生也无 所以说世尊也无一法可受 众生若不止 那何须用法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染境诸法 是因为相待而成 相待就是有一个相对立 有相对待 就是说要相依啦 例如那个中论呢 所谈及的 若法 会因为必须要借着有相对待 他才能够成立 那么这个法呢 还是成为能受对待 那既然有能受对待的话 对不对 那是怎么样 那还是若如审美法 所以说你本无自相可得之意 这个自相提比 本无独立的自体相 法法本来就没有独立的自体相 所以说法呢 才需要借着什么 就是相待法而成立 重点今天真的问你 为什么那个法呢 都是因为要有相对待才可以成立 你就告诉他 因为啊 法法本至空极 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自体相 可以说 所以说法法都是因为有相对待才能够成立 重点是这样 你若是 若是你把他这么说 没有自体相 你就说 一切都是空嘛 那你这个就是落入断媚空 断媚空是很严重的 断媚空是完全否认因果 无因可以生出一切果 这个很可怕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一个斜师斜见 所以说为什么世尊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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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一定要用因缘法 来破除外道所说的一个自然法 无因无缘可以生出一切的果 所以说世尊一定要用因缘法 来破除外道的自然论 重点就是在这边 不是说世间有一个因缘法可得 那既有一个因缘法的话 那就是有生命咯 好 翻过来 我们翻来看 好 事故 现在我们翻过来是第几页 对看到42页 好 你们不要那个数目字 不要从左边看过来 有时候呢 老师我到底是不要怎么看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大圣起信论讲义 是从哪一个方向过来 对 好 那那么呢 好 那这个数目字就是从哪一个方向过来 有没有看到原因大师 这个原因两个字 他就对这个右边过来 你就坦坦要对左边过 所以我如果跟你说 42月 找他多一半 老师 42月跟你说的就不一样 我说怎么不一样 你看看你找多一样 他就搞不懂 我说很好认 你有时候讲了那个经文的这个 这个月数 他的篇幅 你没有办法去了知 你的看 上面 他一定有一个横条的 重点就要说明 他这个是哪一本 哪一本经典 或是哪一本论 哪个书 看他就知道 有没有 所以说呢 这样是最好认得 他都认得你了 你为什么不认得他呢 好 事故 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法法的意思 从本以来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事 非有 非五 毕竟 不可说什么 我如果在讨论的时候 有的佛祂说老师 你一直回来回去 我都被 我都被 非糊涂了 我说 别的含糊 这个可是不能含糊 为什么呢 注意看 一切法虽多 为什么一切法虽多 因为他前面我们所讲的 是不是法 法法都是因为相对待而成立 他的意思就是说 法法虽多 但是呢 怎么样 色心两个字 就可以重罢了 对不对 好 若救 注意这个救 你旁边写一个穷救 若穷救诸法是本源 因为我们要讲到这个源头 要讲到这个本源 所以说穷救 这穷救诸法是本源 他为是一正法界 离一切法的差别之下 好 那你这个要多加几个字咯 提笔 为是一心真如之理 实在是无虚妄的信念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本离一切法的差别之下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虚妄的信念 你没有虚妄的信念 你知道法法本空 本之空极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还会再错认一切法的差别相呢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不了知 法法都是安住在必经空极之体 他没有自己的自体相 所以一心真如之理 一心真如之理 他本来就没有虚妄的信念 他本来就是安住在必经平等的空性 对不对 所以说一真法界 他本来是离一切法的差别之下 对不对 我刚才有跟你讲过了 离恋离相 为什么离恋 念念不可得 对不对 念念 念信本空 对不对 好 以十五六成之境 五 是非色 好 什么叫做非心呢 因为本来就没有虚妄的信念 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一生真如之理 实在是无虚妄的信念 对不对 这个在十八月里面 都有记载 所以说 既然是本无虚妄之信念 因为念信本空 所以我们是非心 那因为离恋离圣见 你不能够执着有一个圣见 对不对 故是非字 就是不能执着有一个圣字 好 那么呢 离恋离 离恋离 离恋离就是六四妄心 故 非是 注意 这个 非心 注意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非色非心 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非字非是 非字跟非是 是属于非心 知道没有 因为我们前面探究的是非色跟非心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讲 离恋之 所以非之 离恋离 故是非是 那这个非字跟非是 这个是属于非心 要搞清楚 你不足以下 所以是非有啊 你不自空 不自流于空 所以说怎么样 是非五 有人说 老师 那个非有 要怎么诠释 妙有非有 妙有 妙有 妙有非有 那说 不自流于空 为什么 因为真空不空 对不对 真空不空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解释 所以说你 这个非有 我跟妙有 此二 乃是 我们很明显的 他是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大声讲 对 这样我才知道你们跟得上 好 那么你 能所双亡 注意 能所双亡 我们常常在听到 听到这个 你这个讲说 能缘之心 跟所缘的静 是不是双亡呢 对不对 非心非色 非智 非智 对不对 非智 非是 对不对 而且非有非无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能所双亡 色心皆敏 例如中论里面有讲 那 今者是因为没有相对待之因 既无相对待的因 诸法本无独立的字体 所以说呢 欲无有相对 因所成的一切法 这样有没有了知 所以说呢 必尽王眼 所以 必尽离眼 必尽离眼 那这王眼要叫离眼 离一切言说相嘛 所以呢 他能够显正主 离一切真主 真主 法法皆正 法法皆辱 是不是平等一味的 他是离恋离相 离言说相 所以人家假的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法从本以来 就是毕竟不可说相啊 为什么 人家假的问你 你没有干嘛一直搏这个呢 非色非心 非智非是 非有非无 所以毕竟不可说相 你这个讲的都是飞来飞去 你知道 站在什么角度上讲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起信论 他虽然文字很简单 但是就是简单的让你都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就法义上切入 你没有在法义上探究 所以说你要了知 一切法 毕竟不可说相 因为一切法 本无一法可得 毕竟是空极嘛 既是无一法可得 那只有一法可说呢 但是站在我们这个实际 第一理上来讲的话 对不对 法法本来就是因为互相相待而成立 对不对 那既然相待而成立的话呢 怎么样 他就没有独立的自体性 对不对 那其有一法可说呢 一切的言说 重点 就是为了要怎么样 像是真 有个假 对不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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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待 对不对 直空的 用 怎么样 用什么来对待 对 所以说 世尊讲一切法 我们现在马上讲到了 好来看经文 好 而有言说 意思就是说 之所以有言说 当之是因为如来善巧方便 要假意 就是必须要借着言说 来引导众生 如来说法的子群呢 都是为了要理念 要归于真乳 离念 归于真乳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究竟 但是呢 为什么要有言说 为什么 要用如来 如来用善巧方便 你假设言说 来引导众生 为什么 他这么有讲 那既然呢 法是要离言说相 离心愿相 那为何如来 何以要说出种种的言教呢 对不对 言教就是生教 借着阴生 因为呢 如来有所言说 皆是属于善巧方便 而且呢 如来的善巧方便 也都是要随着随即迫远 意思就是说 随着众生的根基 随着他们的根性 对不对 还有文法的因缘 来破除那个妄子 就是所谓的因病才施药 因病才射药 对不对 你众生 你若是众生无病 你有药 那这个药也是毒啊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你如来假借言说 来引导 引导众生 为什么 因为众生都是证为 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是什么样 他不曉得 法法都是一他其性 你不了自一他其性 那你就会落入 以心外有法可求 而变成骗祭所执行 不曉得骗祭本空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好 佛之说法 有没有看到最后一行 佛之所以说法 有时候是怎么样 空有户破 我刚才所讲的 对不对 空有户破 为什么是可以空有户破 我光是这几个字 对不对 真空不空啊 妙有非有啊 对不对 为什么真空不空 对不对 因为如来藏性 可以随缘的现象啊 对不对 真空啊 如来藏 可以随缘现象 但是 不管是随着染源 进源 如来藏体都不会被染法所染 他本体就不被染 对不对 好 好那接下来 对不对 什么叫做妙有非有 什么叫妙有非有 相妄性真啊 相妄性真 凡妇众生是见相不见性 那圣者是见相亦见性 好 佛说法是空有 为什么 他是要户破 好 那色心并全 就是说 能源心跟所缘境 既不止心外有法可求 那既是无所缘之境 那能源心一不齐啊 对不对 既无所缘 那何来有能源 对不对 或者是染印相遮 这个地方是染印相遮 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执着 有一个离染 已经离染法之指 也不能够执着说 我已经离一切染 已经得尽之指 离离 所以说怎么样 离一切离 离一切离 也不止走 有一个离 离 那就是离得很腿腿 那就对了 了之没有 所以一般我们所讲离 光之女说 我已经不止走 我已经不止走 为什么还有一个我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不止呢 对不对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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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言就是默然 对不对 所以就是染静相遮 染静相遮 圣凡当然 他不能够立 如在藏体里面 哪里会有凡跟圣的区别 如在藏体是本是空极 不立一法 不立一成 那哪里还有圣凡可立 对不对 所以说你 其实就是说 佛所示的一切 一理之趋向 都是为了要什么 借着言说 而显无言之理 注意 什么叫做无言之理 无言之理就是 必敬空极之理 成为无言之理 就是必敬空极 那你在刚才讲说 一个必敬空 必敬空 凡夫众生 他常常会把这个必敬空极 挂在嘴上 但是他这个必敬空 其实是不空 为什么 因为他执着那个必敬空 是有一个必敬空极 那就错了 必敬空极是离一切言说 离一切像 离一切念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诠释法义上 我就说 法法必敬空极 法法必敬空极 因为众生不是每一个都是顿跟 都是什么上上跟去 一文千物 有几个会像六组一样 那种根据 对不对 大家排排坐 坐好之后呢 对不对 扶持一排 下课 我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其实我这样子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什么 我要让大家坐 那我在扶持一排下课 那是不是我已经造成 原本有让大家排排坐的这个形式 也是露入相 所以说有时候 他已经是证悟者 我跟你讲 他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证悟的 那你听不懂 nobody 这样 佢靠佛 接下來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说有时候 越是平反越好 众生就是因为不耐语平反 才会惹祸 越变幻越好 學校就是這樣 什麼人都不罵得最好 對不對? 因為你罵得是真實意 真實意不用你去罵 是要叫你去罵 這樣有了解嗎? 他就回去這樣 有人說 老師我每次聽你上課 我回去叫我掉眼淚 糟糕 是要罰洗心 因為這個法 畢竟老師是凡夫 這個法不是老師的法 或者是隨著這個緣 藉著這個實際因緣 以世尊的法 讓大家來去罰 老師凡夫 老師所講的這些法 也只不過是依循的 這個聖者他們的究竟義 來跟大家接接法緣 接接善緣 講法緣 其實也是不對 你不講還不行 對不對? 所說解法緣 對不對? 不然是要加什麼緣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全巧方便 總之這兩個字一定要善解 你若是弱入意識心 什麼都對 也什麼都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以他的意識心來論是非啊 對不對? 法法本質空極 哪裡有四根非可斷 對不對? 連聖都不利 那還有什麼? 好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 好 因為呢 要為了令眾生注意 永離 永離差別的妄念 為什麼? 因為眾生本質不肯理念 眾生都不肯理念 對不對? 一念心動 他不曉得你那個動心 心動就是有戀啊 對不對? 心動有戀 最糟糕的是怎麼樣? 又不絕 心動不絕 好 所以說呢 使尊所說的一切法 是為了要破除眾生一切直 令眾生永離差別的妄念 為什麼? 因為戀性本空啊 沒有實體 那真主呢 本質是理念的 真主本質理念 本質喔 本質理念喔 所以說呢 令眾生永離差別的妄念 他能夠歸於平等的真主心 他能夠歸於平等的真主 什麼叫做平等? 法法皆真 法法皆儒 無有一法不正 無有一法不儒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啦 當之一切法不可收 為什麼不可收? 因為一切法都是有相對待才成立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本無一法可得? 既然本無一法可得 哪裡有一法可收呢? 既然沒有一法可得 沒有一法可收 那何來有念呢? 本是不可念啊 而且念性也本空啊 所以成為名為正主 這個十八 在十八頁裡面 念性本空 為什麼? 因為真主的體重 本來就沒有虛妄的信念 這個我剛才在講 事故一切法 畢竟不可收下 已經都講過了 但是最起碼這個十八頁稍微記下來 所以說呢 這個呢 都是指什麼 要歸於理念的真主 學主歸一無所歸 歸一無所歸 好 因為念性本空 只是契入 你契入 契入真主之性 所以我們稱為方便講說 歸於理念的真主 好 以念一切法 有沒有看到那個大字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命 不入十字 這邊呢 就 反選 念要理 那假如 我問你說 那為什麼念要理呢 對不對 有人是念性本空 但是注意 我們通常講 我們要理念理念 理念 是要理 學念 不是說正念也沒有 你波惹之念 波惹之念 不是正念嗎 對不對 你連波惹念都沒有 那你就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有人講說 老師這樣就是愚痴 不是 更嚴重一點就是無名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有人常常講 講話很啞氣 他說 不是說 這個人要發脾氣了 他馬上講說 這個人要去無名 去無名 你看這個 這會意涵有多大 對不對 文明可大可小 雖然是 他是虛幻之體 但是眾生無名 讓他走起來 這個實在 就是所謂的 我們前面講 是不可說相 他會變成什麼相 他會講說 相相多可論 他要跟你論個清楚 論個明白 這就很受力 對不對 所以說眾生是難挑難服 所以呢 盡可能 我們要善解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學佛 也不是說 每一個人 他都能夠了知 萬法是空極 對不對 好 因為念一切法 所謂的 什麼叫做念一切法 念一切法 就是 認為心外實在有法可得 這個稱為 念一切法 那你既然心外 認為心外有法可得 那一定會令心起種種的分別 對不對 心外有法 你才會落入於種種的心靈的分別 你既然有分別 有執著 那你的生命相續的心一定是相續不斷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文明夜視裡面 為什麼說斷最佛品文明 等覺菩薩 對不對 以金剛瑞之就在等覺後心 用金剛瑞之斷最佛品文明的時候 為什麼 文明斷那個 根本夜視的這個生命相續心相才斷 不是那個心體斷喔 心體斷就糟糕啦 那就變成斷魅啦 好 這個生命的相續相 為什麼一個稱為一個生命相 為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相像本空 但是它是因爲有個執著 心外有法 他不曉得本無一法可得 相像是本空的 所以他這邊有講生命的相續相 因爲你執著有生命之法 所以你會起生命的心相 是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講文明夜相 斷的文明夜相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死訣才能夠 還本訣 就是死本合一啊 對不對 契入於本訣嘛 對不對 注意 好 不能 這個就是因爲生命心相續 所以呢 另心起種種分別 所以你 就不能契入 真如是本質即滅的實質 本質即滅的實質 要知道 也可以講說根本質啊 無分別的自然 你沒有辦法契入 因爲本質它本質理念 對不對 本質無一法可得 你落入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你一定會起心就分別 那你起心就分別 那一定就是生命相續心不斷 這是一定的 好 前面我們所講啊 人呢 若能夠理與念哦 才名為得入 所以我本來不是講嗎 入 無所入 為什麼 理念 理一切念 那就是入 就氣入 我們都講的氣入 氣入 也可以講就是所謂的相應 就是相應 好 那咧 好 所以那接下來呢 我們趕快接下來 76頁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講這個 那年間的講義 因為這個大家都 都是 不是普通的慧根 都不是普通的慧根 所以我們呢 好 趕快 到76頁 不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的 聽不懂 有人就特動的 所以一順就說我是喪喪根氣 主委 你如果這樣一順就是大大的無名 緊接著76頁 也就是在卷下的76 翻到了沒有 翻到了沒有 好 這個地方呢 你一定要了知 七十六月的這個 這個 關注這一段 以一切法 本來是無相 面面不生 面面不昧 這樣就是究竟答案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眾生會認為怎麼樣 我一定要有一個除想念的一些心 因為我要去住真主 所以我一定要想盡一切法 我要來除一切念 他不知道說 你要除念的那一個念也是旺 你放下就是 你放下就是 你放下 因為你一放下 就了知 萬法是畢竟空間本位一法可得 你用後念來除前念 後念意思旺 永遠有能所相待 好 注意看 以一切法本來無相 念念不生 念念不面 意思就是念性本空 對不對 什麼 以一切諸法 所依之體 即是真主 提筆 快寫 以一切諸法 所依之體 即是真主 不意思 以一切法 體即真主 就有人會問我說 老師你不是說 經典上不是講嗎 法法本空嗎 違法可立 這邊怎麼又會講諸法有體呢 他不曉得 你要是加上兩個字 一切諸法 所依之體 即是真主 法無體 以真主為體 也就是說 什麼樣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十八戒七大五運 都是以什麼為體 以如來葬為體 所以叫做 般如來葬 本來呢 無有所想之境 對不對 真主本來就是理念一向 他哪裡會有所想之境呢 本來一法可得 何來有念呢 對不對 好 本來無有所想的境 以及能想之心 能所本來就是必經空氣 能所沒有實體啊 皆無自體 你看馬上寫出來了 無體則不生 沒有實在的體性 沒有實在的體性 沒有實在的自體性 那何來有生呢 原生原滅 好 對不對 那不生 則不滅 好 我們正常講 因緣奇 因緣奇 奇 那個奇也沒有實在的奇 為什麼 因為法的因跟法的緣 都不是單一的因 單一的緣 對不對 好 不生則不滅 所以說是以 這邊要畫雙條線 好 是以 錢 本無可錢 你要錢什麼呢 喔 法法本之空己 法不生 那你何來有能緣之心 來緣守緣之境呢 對不對 法法都是生滅無常 對不對 那法本之空己 無法沒有它的實體性 沒有它的實在的體性 沒有它的自體 都是以如來藏妙真如性之體為體 那既然無體那則不生 而不生則不滅 因為是以錢無可錢 這樣 只有這段而已 對不對 你要了知 我在計較什麼 我在執著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看 看這個 左邊的這一行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知道前面 後面的話 他就 叹一口氣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犯了這個 犯了這個毛病 好 亦不得 怎麼樣 隨心 外念 境界 好 不能夠隨心來 外念境界之後 你然後再怎麼樣 眾生都有這個毛病 再來以心除心 你有沒有 這個以心除心 他總是認為 他這個就是真的在修行 好 好 這個就是一個大妄想 心若是慈善 即應當要怎麼樣 好 要怎麼樣 要設來注意正念 就是說你正念一定要提起 要設念 設念就是要提起正念 是正念者 當之為心無外境界 什麼叫做正念 正念就是怎麼樣 萬法為心 一切境界都是心所限 一下的境界 都是我們這一顆 如來藏心所限的影像 等一下我馬上會講到 齊負此心 亦無志向 看到沒有 千千萬萬万有紀之 所以說為什麼如來藏題 本無亦法可得 本無亦法可立 就是這樣 千尘不然 好 亦無志向 好 那么呢 念念不可得 念念不可得 好 前面你已经讲过啦 对不对 无体则不生 不生则不灭 对不对 所以是浅无可浅 对不对 就是因为浅本无可浅 所以才心静本一如 浅无可浅 你要浅什么呢 万法比尽控制 你真如也是本质理念 对不对 没有能锁啊 对不对 没有能锁 那怎么样 万法都没有他的实体性 没有他的志向 就是没有他的志向 自体向呢 所以是浅本无可浅 加上一个本字 浅本无可浅 那么就是心静一如啦 不能够随着你的弱势忘心所转 对不对 你心外来远念境界 为什么你心外会远念境界 因为你就是认为心外有法可求啊 嗯 对不对 我们在三七六出里面 是不是志向 为什么志向称为志分别相 为什么 他就是认为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对不对 在现象界里 现象所限的境界 他认为 那个境界就是有 那个境界就是实在的境界 所以他认为怎么样 有法可得 心外有法可得 心外有法可得 就是因为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才落入于六出 所以说 这个我们这个六出 重点就是说 是以文明夜相为因 对不对 以什么为原 重点就是说 以境界为原 这个时候的境界 就是因为有 有这个分别字 有分别字 因为他写了个慧行所 那个分别字 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说怎么样 接下来就不好玩了 就七转世 全部都连续 对不对 法子我之 企业 对不对 那就轮回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重复讲到 所以说 你心外去原念境界 那是不是就是有能所 有能所 如果注意能所 有生命之后 让我再以心来除心 你那个要除妄念的那个心 也是妄呢 若有能除所除 就是以妄 除妄 也就是所谓的 一般人所说的以妄自妄 自就是自理的自 对自的自 这个有未离妄 有不能够真正的契入 无念的真如之理 这个地方要划双条线 一就是说 你心外原念境界 然后再来以心除心 对不对 就是以 这个就是以妄除妄 对不对 有能除所除 对不对 那这就是有未真正妮妄 没有办法来契入于 本质理念的真如之理 好 纵然呢 只是出息 意思就是说 有人说出学 出学啦 出学啦 好 但是也是要注意 若你心多慈善 那就是要怎么样 应当要怎么样 要设住正念 设住正念 就是说要注意当下 其实那个当下 有人还是在问 老师 什么叫做当下 当下 当下就是意识心的产物 当下就是意识心的产物 也就是众生共业所成 他认为有一个他现在所念的境界 有一个他现在可攀圆的这个能源心 当下 很可怕 很多人都是在当下上 在起无名 然后呢 在怎么样 在以忘除忘 他不晓得 其实这个当下 三季本来是不住啊 对不对 过去心是怎么样 如梦 如缓 对不对 过去是 如梦 好 那现在呢 怎么样 这一世又如何 散乱 散漫 对不对 未来呢 不可得如云 对不对 现在刹那不住啊 是不是如电 过去呢 如梦 对不对 所以要了知 如果心多慈善 就是要设住正念 好 想念才起 注意 好 那即便要照破 你要怎么照破 怎么照破 就是让你讲八个字 你讲得出来吗 嗯 嗯 要如何照破 想念才生 啊 即便照破 他这边有八个字 你如何用八个字来诠释 才能够跟他相应 你 为什么 嗯 那就是所谓的什么 法法 毕竟空击 对不对 好 离能手 放下就是 好 为什么 法法 你要了知 法法是毕竟空击的 你不需要用任何的一个念来除念 因为你所起的念 你给念意是忘 真如本来就是离一切念 你在这个地方的角度是说你要去入于真如之理 不能够用以念来除念 就是所谓的不能够以心来除心 为什么 因为以心除心 他仍然是以忘除忘 是未得究竟 这样知道没有 他这个是站在你要去入无念真如之理的角度来讲 不然的话呢 有人会说老师 那我们要去除习气 那就是说让习气随他去咯 你还要知道 你还要知道 他这个现在是站在哪一个角度在讲 对不对 他也就是说要 要去入无念的真如之理 对不对 而且你若是以忘除忘 也就是说 你以心除心 那就是说怎么样 本来忘法就是不生 那不生何来有命 是不是就是钱 本来无可浅 本来就无可浅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生死法当下就是捏盘 我刚才已经讲过 为什么 今天回去要好好的餐 回去好好的餐 对不对 生死就是捏盘 老菩萨呢 没有学佛者 他说你以前说 这样我就不用怕生死了 这样就糟糕了 你要老师 你要跟他讲 相跟性 即使他不懂 他不懂 但是因为灵官到了 这个亲朋好友相继的机会多 而且彼此可能都会互相关怀 但是最大最殊胜的关怀 就是你要善解 要怎么样 要让他了知 诸法是无常 诸法无常 你不放下 他也是无常 对不对 那你要如何放下 你自己说 放下不是放弃 没有学佛者 你跟他讲放下 比方说 他跟一个人 他结了真的是很深的恶缘 你跟他讲说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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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马上瞪着眼睛 对你讲 那不就有一个菩萨这样 啊 两个人几乎都要吵起来了 肉厚 然后我仔细听 那真的是 没有学佛者 你这两个字放下 他做不到 他就讲 红着眼眶 掉眼泪 他说 老师 我说你慢慢讲 他说叫我放下 我每次就是放下 越来越好看 我是要放下 更长时间 其实他每一句话 都是讲出 我们世俗人 对于各种境界的执着 他认为这个放下 他就是输 对不对 他就是 一定是不可以常常输 所以他就是 一定要跟他计较 所以我就 我就说 我只是劝他说 你注意 你现在的这个怒气 你把他这个时间 把他拉长一点 二十年之后 又如何 二十年之后又如何 以前小时候 你不是为了一个 女生为了一个洋娃娃 男同学 就是为了几个弹珠 不是打到头破血流吗 抢的 真的是 昏天暗地吗 可是你现在想起来 我会觉得 过去你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你现在学佛呢 你看到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就 就 你要这样 稍微反省一下 你说 嘿我以前有什么好乏 有什么好乏 你放不下 四个字 四个字 继续折磨 我们人家说 老师 我都好买 要怎么做 继续很辛苦 就只有这样而已 不必 你不放过境界 就不是境界不放你刷 是你不放境界刷 对不对 境界有告诉你说 你千万不要放弃我 你不能够放弃我 对不对 你要把他接到 那像你百货公司 女众 百货公司的那些珠宝 他有叫你说 你要来把他执着 你一定要来把他买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你自己赐 文明信 你自己买去买 我说一股鸡肉 大家都把我们买买的笑 对不对 都是我们自以为是 你这个自以为就是 你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当你起念之时 心动起念 心动 那你不觉啊 你不觉那一定 接下来就是有念 对不对 然后你无名利的束缚 无名利他一直兴取 一直兴取 你本身就不觉 所以常常讲 一念不觉 一念不觉 不是那个起一念就是不觉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问你的话 你就问他说 你敢知道什么 可是一念 什么叫做不觉 对不对 我们的如来上帝 真如体里面 他是离一切念 既然是离一切相何来有念 对不对 好 所以说那些世俗 这些年长的菩萨 他根本都没有学佛 那你就跟他讲 这个是做一个参考 你说菩萨 你现在放下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小一点你思维 其实 我告诉你 你应高法帝帝贏 你认为这种人 你认为你还有这个斗志 还有这个意愿 要跟他结未来术士的二元吗 因为你要跟他计算 对不对 你就要告诉他 你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又如何 你这三十二岁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你够干什么 万人大家都是坑的 我告诉你 你那个坑 他就以为是断灭坑 对不对 他就说 我现在就很大的威力 你说我没有够到就不行 大家都都输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 他如何管 反复的执着点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了知 其实 我们的正报跟义报 是不是来自于 你的 阿拉也是 里面的习气种子 是不是根深器械 都是来自于 种子的习现性 对不对 你如果说这样 我告诉你 太亲 太亲 他随着跟你说 我没有够到这么多 所以你就跟他讲说 又如何 你也是可以继续 继续跟他 结这个圆下去 结这个圆下去 先洗洗 未来洗 我跟你说 你现在是怎样 你如果感觉这一件艱苦 你真的是受不了 我告诉你 手也扑了 无名之所 因为所有人都扭掉了 就在拔好比什么 对不对 表面上看 我告诉你 你手也扑了 手也都扭过 你这边都没有了 你之前说你输 对不对 如果把他比赛 他实实话来说 我告诉你 你手也扑了 这条手也没法束缚你 这个无名的枷锁 他没有办法束缚你 没有办法束缚你 甚至你解脱 你就自在 对不对 那是因缘法当中 他就没有这个因缘 我告诉你 他早晚他会离开 他不会障碍你 不会束缚你 你越是跟他对立 越是跟他计较 那就是相当于什么 啊 为什么 就业未消 再造信仰 所以我为什么提醒你们 你对一些连长菩萨 你说 又如何 你这世这样 没完没了 你也可以啦 也可以 这样 这样 可以 可以 这样 这样 他 你要到什么时候 你觉得这世不太难 你要这样子来劝导他 你不要一开口就是放下 万法都是空 他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 他摸摸就已经在老了 你要怎么说 对不对 他就认为说 他如果是放下去 他认为说 他就是输得很贪贪 你就要慢慢的跟他 慢慢跟他开导 慢慢跟他开导 你比如说 但是你这个语气里面 要跟他讲说 你也可以不用放下 你不用放下 有日后 你就告诉他 第一点怎么样 第二点怎么样 第三点怎么样 要去听一听 有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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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有一点点迹象 有点要放下的迹象 有点要放下的迹象 你才慢慢跟他讲 马上转于话题 我记事呢 我以前也是这样 你敢知道 我比你更严重 我是怎么怎么怎么 知道没 这个解就慢慢慢慢就解开来 意思就是说 那他内心里面 当然这个不是骗 也不是哄 这个就是说 要说出 你如何的解那个解 解那个解 知道没有 你说我当初也是这样想 这样想 我就怎么想 怎么想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有时候 对于一个没有学佛者 你言识上 你拳脚方便 引他 引他 那个解要引出来 解他就趴于四的甲 甚至四十八的甲 对不对 阿弥陀佛是四十八愿度重生 他不是 他是四十八愿度什么 度这个无名 你躲不过 你一直要叫他放下 他就跟那个放弃 画等号 这个很可怕的 讲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个例子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 你以心除心 就是相当于 以妄除妄 对不对 重生你没有告诉他 什么叫做妄法 避均空气 放下就是 你不要赢得世俗法 側射底底的 输了因果法 因果法是未来 生生世世 你千万记住 好来 现在呢 我们暂时圆满 我们现在呢 你们请出 这个 嫩言间的讲义 等一下 假如有因缘的话 我再会 跟大家提示一下 什么叫做 这个根本字 后德字 跟一切种字 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 有的人呢 他是会有一个模糊 一个模糊的念头 你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 他是起信论 因为老师怕说 因为这个 在内眼睛里面 今天要讲的法义 是大家很容易 有一个错误的 一个认知 所以呢 我现在先讲 你们现在注意 你们那个 起信论里面 等一下 你们可以翻到 上次我们不是 已经讲到了吗 讲到说 智障 跟法脑障 有没有 那个地方呢 我可能再跟大家 再加强说明 智障跟法脑障 在第几月 知道没 第几月 好 OK 你们就是现在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记号 等一下 我们先讲 这个内眼睛讲一讲完之后 我们再 再来 再来讲 因为所谓的 这个 这个 依无名所起的 这个六染心 对不对 跟六染心 所起之无名 这个烦恼障 跟智障 会障碍什么智 等一下 有因缘 我们再回来 再仔细的这个探究 好 现在呢 你们把我们的这个 大佛顶首内眼睛的讲义 请上来 请上来 请上来没有 好 最主要 好 我们今天有讲了几个月数 我先提示一下 你在旁边记下来 因为你有很多这个法语是不能够模糊的 这个要注意 好 在158月 我们内眼睛讲义 好 原因大事的内眼睛讲义 158月 还有170 174 等一下我都会慢慢讲 所以你们不要记 先把耶稣记起来 370 好 374 好 742 这样了之了没 好 我们先来探究 这个 这几个问题 还有 那个512 刚才有没有记 512 也把它写下来 好 因为你 我们已经把这个图 图档已经请在 前面 我们这个 三四六出图 其实 三四六出图 也就包括我们的五义 跟六染 三个相应 跟三个不相应染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因为 也许 因为他 任眼睛 他只是中途 才开始探究 我们已经有讲了 几个篇幅 几个 几卷 所以说 但是这个 名相 是绝对不能搞错的 所以 为了 他觉得是 一直在摸索 摸索不出来 我说 你是要怎么摸 你要怎么摸 你怎么摸 要摸索 摸索不出来 因为法义是在乎 你一定要在这个 白字 黑字上 那个字体上 一直找到那个答案 对不对 那有时候 他在第一卷里面 他所诠释的方式 跟那个角度是不一样 法义 法义 是没有不同 虽然是在名相上面 有时候 他会告诉你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 令言经讲义里面 他有告诉你 以前所用的 这个 建经 建信 对不对 在什么时候开始 从哪一卷开始 就是要用 如来藏 妙真如新 你要是没有了失责点 你讲的办 就说奇怪 为什么前面都讲建经 后来什么建经都不见 一直讲如来藏 那如来藏 跟建经又有什么关系 注意 现在你们先看158月 好 158月里面 你们看到二世 第七行 有没有看到 有现金跟踪所据 有没有看到 那你的话就旁边 158 你这里第几行就好了 那个 我在这个地方 事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大盛起信论 没有从第一页开始讲 所以说你 中间我所栽入下来的 我会这个下个礼拜 就会用这一个 我们的那个水 我们这个佛多教育经会里面 我们会有那个 网站 我会将我们其信论里面所讲过的 这一些权势经文 这个论文 我会提上去 本来是今天要提上去 但是我想是说 多了几个这个权势的要点 再补上去 所以说下个礼拜 一定会给大家 在这个 我们佛多教育经会的 这个网站上 会让大家知道 说我们所讲的大盛起信论 我们当今讲了大概 有一个月吧 应该有吧 对 对 所以现在呢 我会跟大家 在文字上面 让大家有一个依据 我们不是只走文字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法源 我们讲法源依据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是不能错的 不能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好 158月里面要注意 你现在提笔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不要一直记 不要一直记 因为法义是在于物 你注意 要先注意听 好 如今现今 你跟踪手具 什么叫跟踪 就是你六跟踪 手具的 这个 圆葬不生命之心 名为是今 说到这的时候 有人说 老师 我们跟踪手具 那个圆葬不生命性 不是应该是如来葬心吗 他现在变成是世今 你要了知 阿曼 他都是执着于六是妄精 这个就是世线的啦 世尊 在开世 妄是非心 妄是无体 妄是无处之时 他不得不 在十番选剑上面 对不对 用剑精 来代表他是真 这样子 大家知道没有 这个重点一定要了知 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 我会告诉你们 第几月 然后再大概 拼服在哪个地方 就是要让你知道 这个依据是这样子的 那法医的延展 是这样 你不要实质的说 老师傅 你才会对 没有错的啦 是 你错啦 不是讲义有错 不是令人真的讲义有错 好了我们看 继续看一下 跟中所具 元葬不生命之性 名为世君 你下面再看清楚 元是妙名真心 那么 元葬不生命之性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妙名真心 妙名真心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妙真心啊 所以说这个字啊 要了知 而且注意 什么叫做世君 世君就是 阿赖也是他这个 这个精明体 知道没有 世君就是阿赖也是 这个精明体 有人说 老师 阿赖也是 不是没有实体吗 是因为一念无明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来藏 对不对 他是以 依如来藏体为体 要注意 通常我们讲 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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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站在 比如说 我们说八字里面都有四分嘛 对不对 世君就是阿赖也是的精明体 也就是 智正分 知道没 那假如有人说 老师无意的智正分 那一定有一个正智正分 正智正分 讲讲 那就是真如 听不懂 听不懂 我一定要 这个法医你要去认知 不要 一下子看到世君 就怕到 后面会有讲 名为世君 世君就是阿赖也是的一个精明体 所以我们通常讲 六经 其实六经本来是一经 那是因为有六根才相应在六根门头 对不对 所以才有 建经文经 藏经绣经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以世心来讲 只有建经 你没有 你才有办法显示出 真心 真性 对不对 因为在世上来讲 因为阿赖他们是一 六四万间是真心 那世君为了要让阿赖 以为大众了知 世心 是生死根本 他不是真心 那在凡夫众生现前的身中 你舍掉这个世君 就是说舍 舍掉这个 这个建经文 建藏经 秀经 对不对 这个不生命心 你在中生身上 你找不到 对不对 你无真可显阿 没有真 你没有一个真可以引出来 让中生了知说 六四万间不是真心 不然什么才是真心 对不对 中生会这样执着 那老师妹 好 我们慢慢看下去 好 跟踪手距 元丈 不生灭之性 名为世今 他原是妙明真心 注意 中的叫做这个地方咯 对不对 他本来是致命的 啊 虽然在长夜的昏暗之中 所谓长夜昏暗之中 意思就是说 你啊 对不对 就是都在无明坑里面 因为无明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其性不昏 所以称为元明 啊 在元 能什么 在耳类 好 在鼻类 就像 在舍 在身 在意 做什么 所以说 是不是一六根 而分成有六合合 六合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金啊 六金元是一金 就是所谓的六金 他是分以六根这样子分 知道没 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讲出来的六金 其实就是一金 那就是所谓的一金明 就是所谓的四金 对不对 那你假如要讲 以如来像来讲 阿赖也是就是什么 就是仗势 听到没有 不是仗势欺人 因为仗势呢 嗯 对不对 就是仗势 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法律上你要了之 所以你 这个经文上常常会比喻啦 就是 例如捏幕所见的第二月啦 对不对 第二月就是不是正月啊 对不对 那只是多了那一次捏 那个捏就是代表无名啦 好 全体是正月 对不对 第二月本来就是正月 那只是多了一捏而已 好 那是放假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第二月是因为你捏幕而造成的 但老师没有 好 现在先看了这个地方 有的人没 搞了半天 他说 老师我知道啦 知道那个捏幕 一捏之旺 老师 那个捏幕什么叫做捏幕呢 捏幕知道没有 比方说 你现在好 你现在对着这个任何一个灯管 好 那你现在又好用手 注意 这个捏幕的意思 就是喔 不是夹幕这皮涼了来啦 不是这样啦 捏幕就是你看这样子 那个血 你这样说 会不会是看到假的 有灯怕的话 是不是会看到旁边又 好像又有一半的灯怕跑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四字光灯 比较不容易 那个 所以你找那个圆灯 那个地方 好 对不对 好 不用说找圆灯了 你看我们前面的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这个前面的六根 跟六金明 跟 跟 根性 有没有 你这样子看 你随便找一点 随便找一个 你眼睛向外看 你的捏幕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图形已经怎么样 旁边好像 对不对 又多了一半 甚至多了两个 对不对 这个就是捏幕 你所见到的 这个捏幕 所见到的 那个月 是不是相当于是第二月 第二月哪里会是真 对不对 那 因为是不真 就是因为你捏 捏幕 你放下就是了 实实在就就在眼前了 你听不懂 不要说 捏幕 一天脈就被 你说 捏幕 捏嘛 你捏幕 你说老师 那个捏不是台语数字 用黏的 有时候菩萨这很可爱 很可爱 我现在这样子讲 他可能就是 这样子不听到 他也会会心的一笑 好 好 所以说呢 在众生现前的身中 你舍齿 舍齿 舍齿 什么叫做齿 什么叫做齿 欸 对 舍齿就是说 世经 世经 世经就是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你看到没有 好 我再念一次 是 虽然分为六合合 原是一精明 一精明就是世经 我们刚刚讲过 此为真本 修行 当取为因地心 知道没有 世尊所讲的 我们呢 怎么要手势用根 用根性 那因为在这一个地方 所诠释的 世尊灵是要 对 阿难以为大动 了之 妄是无 妄是非心 妄是无体 对不对 所以你 他在这个地方所诠释的 因为众生 现前的身中 你舍去这个世经 对不对 你无处 无处可以显出真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 这个 又世经者 有没有看到道者第三行 世经 也就是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也是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实体虽然带有少分之妄 少分之妄就是因为无名利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究竟全体世真 所谓的究竟全体世真 因为阿难也是 也就是世经 阿难也是呢 他没有一个实体 他所依的体 是不是如来藏体 所以就是说 他究竟全体世真 因为他所依的本体就是 如来藏体 那是不是全体就是真 对啊 所以说你世经呢 就是像什么 世经就像什么 像灭幕所见的第二月 对不对 那个真月 对不对 你真月就是代表如来藏性 这样了知了没有 所以说呢 阿难在求所真心 阿难求 世尊开释 真心何在 所以你如来在十番显见当中 就是显尺 显尺 你看有没有 我们前面 所说的十番显见 里面的显见四星 显见不动 显见什么 显见不动 显见什么 总共有十番显见 对不对 那重点 这个 就是世尊 在以见经来显 也就是以世经 一经明体 来显 哦 原来你的六四旺金 原来所值的六四旺金是旺 非是真心 这样了知了没有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行 这个 这个一百五十九月的第二行 你们这样画过去就好 所以呢 这个 他决定 他决定 世尊是决定指出 我们的根中 就是说我们六根中的 见文 等经 就是所谓的见经文 见藏经 秀经 知经 觉知经 有没有哦 等经 也就是说世经是总 听到没有 世经就是一个总 像一个总公司一样 六经是别 为什么六经是别 因为他是相应在什么 六根门头 所以说六经是为别 六经本是一经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 这样了知了没有 好 所以说 如来显示 这个见经就是真本 就是说 要依照这个真本 来修行 但是我们前面 他这边已经有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一开始 对不对 跟踪所据的元帐 不生命之性 就是世经 也就是阿那也是的精明体 对不对 因为你要在众生的身中 没有错 众生本具有佛性 但是在佛性当中 没有众生这个名字 所以说你世尊为了是要让 一位大众 也许是阿难 他知道 哦 原来要舍世 舍掉六是忘心 那真心 就是在你的六根门头的 那个什么 本不生 本不灭 的什么 六经 但是六经 假如站在阿那也是的角度 也就是一经明体的 事情是 就是所谓的一经明体 就迪拜一世来讲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是讲 见经文 见藏经 秀经 觉经 知觉经 这样知道没有 那假如是站在如来藏 站在我们这个 那个佛性如来藏的 那个本体来讲 就是所谓的什么 静性文性 藏经 秀性 知觉性 觉知性 这样了知了没有 那阿那也是是不是 依 如来藏体为体 所以说阿那也是的体 是不是全真 对不对 只要断无名 对不对 阿那也是 无无名可依 所以他那个 根本耶稣的生命性 这样才可以断 你们现在 好 暂时看我这边 看那边 好 有没有看到 见性文性 常性 秀性 知觉性 觉知性 这个你看 你看 跟见经文经 常经 秀经 觉知经 知觉经 是不是都没有离开我们的 这个一根 是不是没有离开六根门头 你有没有看到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这样 你看你依哪一个角度切进去 知道没有 假如你说是依阿那也是就是以士君来讲 对不对 阿那也是士君嘛 就是所谓的藏士嘛 对不对 那藏士也是依于 如来藏体啊 对不对 好 你看这个角度 我们也是以清静的如来藏体来讲 比方说 这边就是所谓的阿那也是 阿那也是本不生本不灭之性 在眼根 就是所谓的以一精明体来讲 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见经 文经 常经 秀经 知觉经 觉知经 这样知道没有 但是有一个 假如说 能见之性 能闻之性 对不对 假如有讲一个能什么之性 那个是怎么区别最重要的注意 那个就是以见大 见大就是第八识的这个见分嘛 对不对 第八意识的见分 诸由 这个芬芳 这个你最要究竟去了解的 第八识的见分 就是所谓的见大 知道没有 见大相应在六根门头 看到没 那就是所谓的能见之性 能藏之性 知道没有 因为它是见分 能 有没有个能 能见之性 能文之性 能藏之性 能秀之性 能知觉之性 能觉知之性 这样了之没有 等一下那个见分 见分 就所谓的见大 因为我们的见分 它不是以浮成根根 圣意根为主 而是它是以我们六根门头 那个见分为主 所以成为见大 而不是成为根大 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再做说明 这样了之没有 所以大事要注意 我们的那个六四望星 我们的六四望星 那一般人所说的 就是所谓的见闻觉之常秀 有没有 那个就是六四星 这样听不懂 所以要搞清楚 你要看看它诠释的角度是哪些 比方说六四望星 六四望星 非真心 但是通常我们讲六四望星 就是所谓的见闻觉之常秀 这样知道没 但是能见之性 能文之性 那个就是什么 那就是见分相应在六根门头上 能见之性能文之性 有没有有个能 对不对 所以说能见之性 相对所见之色相 这样知道没 这个明相你要搞清楚 有时候一个明相 它会在各种不同的角度 要来切入 那现在就是 我就是要让大家了知 因为有人看到 跟踪手具 原杖不生命之性 名为世今 哦 要怕到 有 老师 怎么可能呢 可是他后面 他马上给你补足下去啊 原是妙明真心 对不对 所谓的跟踪手具 原杖不生命之性的 这一个称为世今的这个阿拉也是 原本他是本庙本明本觉的真心 有没有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 你们再看 这个159页的倒数第五行 好 因为世今 也就是第八阿拉也是 为什么称为世今呢 因为他本具精明之体 本具精明之体 好 由于呢 此事意思就是说 由于此事今所依之体 就是如来藏体 有没有看到 老师刚才讲过了 他能够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注意 他这个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是藏在世今 就是第八阿拉也是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阿拉也是是不是就是能常 所常还有我爱直常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了知 能够设一切法 又能生一切法 那个是站在世今的角度来讲 他有没有了知 好 现在你们在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 老师 看我 世今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那你告诉我 这个不是能生一切法吗 夜象 转向 现象 这个就是熟的阿拉也是 的位 这个就是熟的阿拉也是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一于夜象 转向现象 对不对 转向一直要见这个 惠魅的网空 本来就无依法可见 他是惠魅的网空 对不对 这个夜象 这个惠魅的网空 也是因为无名利的关系 本来是毕竟空 变成惠魅的网空 转向一直要见夜象 所以才会带出世大 才会所谓的更生 有更生 有没有 好 那他注意 这个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境界 注意 在三世里面 是没有实在的境界像 那个境界像 是霍所生 所以这个现象 这个所现出的境界像 是怎么现出的呢 就是 转向 一直要 以无名夜象的惠魅王空 为所见 对不对 惠魅王空 才带出世大 那世大就是 我们在这个 起信录里面 所讲的世大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五成嘛 对不对 为什么称为五成 因为我们的更生 是四大所组合成 对不对 我们更生 是不是有四六更生 对不对 六更生 面对六成 所以说 四大就是所谓的五成 知道没有 是这样子来的 而且 起信录里面也讲 重点就是说 因为啦 这个 转向 这个现象 即将要引出 六四 对不对 等一下 讲到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这个在大圣起信论的 第几页里面 所以 等一下我们慢慢讲 知道没有 所以注意 三世里面的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现象 而是以转向 一直要见月相 为因 月相为圆 因圆 所以说 带出四大之后 五成 想象 为生 是不是就是有 未来的更生 跟气界啊 好 那么月相 也就是我们的阿赖也是 这个一精明体 就会现出 所以这五成 顿现 顿现 顿现出来 阿赖也是体上 现出现象 这个就是现象 这个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境界相 它的境界相 是来自 因为转向为因 月相为圆 所以说 一精明体当中 就是所谓的四精 阿赖也是的本体里面 自然而然会顿现 顿现 顿现出 我们所说的什么 五成之境界相 顿现 全显出来 不经造作 不经造作 为什么 因为就是转向 转向要持走于月相 注意 这个三世里面的这个现象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现象 是自己现出境界相 没有转向 就没有所谓的境界相 你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所以说你就是因为 有这个现象 对不对 阿赖也是体上面 现出境界相 也就是所谓的现象 然后呢 现象为圆 那什么为圆 现在变成月相是圆 那现象就是圆 对不对 阿赖也是 现象为圆 这是很重要 所以说境界为圆 然后你志向在怎么样 在以为现象是怎么样 心外有法可得 他以为阿赖也是定现的 那一个影像 是真正的是有境界 所以志向就是其会所的 会心所的分别 所以他成为心外有法可得 对不对 这就是志向 然后呢 怎么样 接下来 就所谓的 就所谓的六出 全部都出来 所以六出 是以夜相为因 现象为圆 这个要搞清楚 而且你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有根深 这个根深注意 这个根深是因为四大 有四大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 四大是不是想象为生 什么就是想象为生 想是什么 心法 转相 相就是手 就是带出来的四大 那是不是色心二法 色心二法 所以才有什么 才有一个根深 这样知道没有 那这边有所谓的 什么的这个 意象 同相 无同无异相 那个是因为 现出四大以后 就变成次然 次然就是相当于意象 对不对 那意象的话 就是因为有意象 意象显现 次然有现 对不对 所以会带出一个 什么 带出什么 无同无异的虚空 带出一个同相的虚空 既然有意象 有同相 那是不是就带出什么 无同无异的这个众生 这个就是 这个是指后来 对不对 是后面 他说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 有这个根深 在三世当中是有 就已经有 有没有 根深器界 对不对 根深器界 就是来自于 因为转向 一直要见月相 所带出的四大 重点就是从这边来 所以说真正的 做个货首 我们不能说做个货首 这是比方说 就是因为转向 没有转向 根本都没有现象 你听不懂 这个重点叫这个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有些人到现在 一直说 哪有可能呢 那现象这 现象 就是像 镜子里面的影像 月相 就是相当于明镜 也就是 月相就是 根本月相就是相当 阿蕾斯的体 他的本体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三个合起来 就是相当于阿蕾斯 他就称呼 我们讲阿蕾斯 阿蕾斯 根本月相 对不对 他这个体自然 五成一出来 马上顿线 五成一顿线 对不对 那就是所谓的现象 那听到没有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你因为 就是因为 转向的缘故 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转向 就变成什么 这个是大一个问题 大问题就是说 我们所听的 我们所见的 都没有办法 脱出于月相 为什么 因为转向就是一直要见月相 以月相的惠媚王公为所见嘛 他一直要见 所以说没有办法 转向 就没有办法来 跳出月相的一个范围 这样知道没 所以说动静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根深器械 就是在这个地方形成 这样知道没有 那这个现象 它是顿线 你那个顿线 你就会想 阿赖也是的 这个 这个 一精明体 就是相当于那个镜子一样 对不对 那个五层境界 一来境体 马上全线 就是顿线 没有前后 对不对 不需要照做 对不对 所以现出来 那个就是现象 就是因为阿赖也是的体 他能够现出 现象界 能够现出这个现象 所以被自相误认为 这个影像 就是什么 形态实在有法 问题 从这边开始 知道没 所以说这个 你没有这个图 你没有讲到当时 他妈转向 他妈转 转来转去 就转没出去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 我可能在大兴起信论里面 还会跟你们在讲 应该你要看哪一页 哪一页 慢慢 因为现在耶稣跟你们讲出来 有的人会说 我老师 那真难 不难 不难 你不要怕 对不对 你慢慢看 刚刚开始看一点 刚刚开始看一点点 尤其是我现在刚刚讲 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境界 你又 怎么样 吓一跳 你说 不是 叶像转向现象 那个现象 就是在 我们的阿赖也是的 它在心体上 顿线出来 为什么它能够顿线 因为有五层 五层那至哪里 是不是转向 一直直走 于月象 才在惠魅的顽空里面 引出四大 听我没有 四大就是意象 意 本来是惠魅空 没有任何物质现象 但是四大一现出来 那是不是就是意象 就是因为有意象 所以才立 虚空相 虚空相 虚空相是不是都是同相 有意象同相 那当然要立一个 无同无异之相 所以你们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念言间的讲运里面 你看到这三相 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始终 最容易说的 就是说 这个现象 不是自己现出境界 没有转向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现象 对不对 一定要千万记住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好 所以说 好 那我们在接下来 好 八四是不是能生见象二分 那见分是不是能源 相分是不是所缘 对不对 那见分本来就是怎么样 本有的至光 什么叫本有至光 本来在没有一念无名之前 见分 其实 哪里会有见分 我们的战绩星星 是本有的至光 对不对 因灵绝绝的 就是因为一念心动 所以我们的朋友的至光 才会转成一个冷静的见分 要没有了知 这个重点一定要了知 好 现在我们就翻到 一百四 一百七十页 好 就有 就一百七十页 好 我们来看看 一百七十页 没看到 一百七十页 翻到了没 好 我们现在呢 看 看到道主第七行 好 我们常常会讲 啊 如来常常说啦 诸法所胜 唯心所现 注意 为什么世尊常常说 诸法所生 唯心所现呢 好 我们的如来藏体 是不是本无依法可得 是不是 啊 啊 诸 所以 世尊之所以说 世尊之所以常说 一切诸法 并非别有所生 意思就是说你 诸法不是自己生去 啊 不是别有另外的诸法生去 而是唯一的真心之所现起 好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其心论 你只要证明十三页 所以说 你不用紧张一直去找 老师在找得更快 我马上 无问而至说 马上告诉你 你这样 起身论最起码有一两百页 对不对 所以说 你这样子一了之 对不对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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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啊 其心论里面有讲 心 是唯一 一大 总相 的法文体 总相 真的没有 一切 一切的实界 所谓就是实法界 所谓的实法界里面 这边也可以讲 十三页跟十四页 十三页跟十四页 那里面都会有讲到 现在不要去翻 因为你一翻的话 你就来不及记了 有没有听到 也不要去翻 所以你只要了之以后 我已经告诉你在第几页了 你这样子就可以了之了 好 实界 证报 实法界的一切的正报 依报 凡圣 染 禁 因 果 于依报 于依报 大世界 最大的八卦佛察 对不对 小字 颗粒为成 一一 绝是 因 心 而成体 这个地方要画三条线 艺术就是公公 这个绝对不能够错误 你看 心为一大总相门 一切实界 就是实法界 所有的正报一保 包括法 当然 我们真如体里面是没有所谓的 这个凡圣斩禁 他现在意思就是说 站在法上面来讲 就是说 因为他这边讲有心是一大总相门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讲说 一切实界正一报 凡圣 染进 因果跟一报 大的世界 包括大的世界 跟小的颗粒为成 一一皆是因心而成体 这个心指的是真如心 意思就是说 都是以真如心 毕竟空性之体为体 所以说凡圣染进 因果 正一二报 有没有实体 没有 没有实体 那当然就是没有他的实体性 都是以什么为体 以真如心成体 就是以真如心为体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古德讲 这个天地 万物 都是与我同根 皆无之一体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聊真的没 好 好 那接下来注意 好 你们现在看到 看到这个 171月的第四行 注意哦 既然 万法都是因心而成体 那何况 清静妙境的明心 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自体呢 对不对 清静妙明真心 能够给予万法 为所义之体 那就表示说 我们清静妙明的圣经 是不是有体 这个体 就是毕竟空性之体 所以说万法 毕竟空即 静虚空骗法界 就是这样 这样有没有了知 所以我们有了知 在这个地方所讲的 此性平等 这个性也就是 什么 这个性指的是 指什么性 也可以讲如来葬心 也可以讲世经 对不对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 因为这个是要显妄世无体 所以说你 这边所讲的此性平等 也就是说 因为下面我们讲的是 代妄所显的建经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 建经之性 此性是平等 能为一切法所依 但是不为一切法所便 注意 你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建经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经 世经 是不是依族来藏体为体 对不对 那族来藏体的体性 是不是 毕竟空性 是不是能够为一切法所依 但是他不为一切法所便 对不对 所以说此性平等 再注意这个地方 你主要在这个旁边加一个 主来藏 主来藏性 此性平等 也就是主来藏体 因为主来藏体 他能够给予万法 毕竟空性的体性嘛 所以说 此性平等 能为一切法所依 但是他 绝对不会 为一切法所便 我们下面呢 所要讲到的 四科七大 四科 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戒 对不对 七大 地水佛风 空见世等大 一切诸法 都是依此心为体 此心 这个心就是主 我们的如来藏 一个讲真主 真主跟如来藏 有的不知道怎么分 所以如来藏 是在指 是在讲绝败的毕竟空性 好 那这个如来藏就是讲随缘 随缘 随缘可以现 怎么样 三世啦 六出啦 五蕴啊 六染 知道没有 随缘 可以 但是体始终是不变 知道没有 所以说真如是站在 什么 真如门来讲 那如来藏是站在什么 生命门来讲 是因为有染法方法嘛 是这样子来分 所以说 好 既然 这正式 显示出什么 真心所限之物 什么叫做真心所限之物 十方法界的一切真一二半啊 对不对 就是真心所限之物 三合大地 小至五蕴更生 对不对 内更生 外气界三合大地虚空 就是真心所限之物 上皆有体 上皆有体 就是必经空间之体 对不对 那么 凌现之心 其 反而会自无体呢 但 了解没有 所以说真心是不是有体 毕竟空心之体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那么世尊在内言间里面开示 好 旺心无处 旺 旺 旺是无处 旺是非心 但是怎么样 真心是有体的 我们也看到 在一百七十页里面的倒数第四行 那个黑底字 有没有 真心是有体 这样 了知了没 这个一定要注意 你们现在把那个叶数写起来 然后用那个刮户这样刮出来 回去之后慢慢来贯穿 慢慢来贯穿 既然是法医的话 我们后面一定都还会再讲到 好 你现在翻到 好 现在简介着三百七十四页 先接三百七十四 先把三百七十四页显示出来 因为刚才有讲啊 为什么真心首现之物上皆有体 浓腺之心其反之 没有体呢 接下来他就告诉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世尊常常说 以一切诸法 并非别有所生 就是说不是自己人生 只是 唯一真心之所现起 那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字 为什么世尊常常讲 万法都是真心所现 就是唯心所现 为什么 为什么世尊常常讲 万法都是唯心所现 好 我们就看三百七十四页 所以 你在这个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一百七十四页里面 奇返自五体呢 这个地方 你就 把它拉一个箭头过来 然后你就说 简接三百七十四 这样了知了没有 证明一下 很好 有的人 现在已经在 要贴这个重点条 非常好 但你先注明起来 因为 光是要解释 要诠释说 为什么世尊常常说 一切诸法 并非别有所生 但是 就是 只是在 唯一真心之所现起 我们现在翻到三百七十四页 好 好 有没有看到 三百七十四页 总论 心设诸法 有没有看到 三百七十四页 有没有看到 第一行 好 总论 射心诸法 唯心所现 在我们本经里面 就我们的那个 嫩言经里面 对不对 好 入身 入心 皆是妙明正经妙心中 所现之物 你不知道 射身 外寂三合 虚空 大地 贤皆是女阿曼的妙明正心中 所现之物 加上所现之物 好 为什么 所现之物 非真 因为 皆是属于一他其性 对不对 是不是一他其性 对不对 三纪六处 是不是都是一他其的 对 好 都无名而起 好 接下来 你注意看 一他其是 世有 也可以讲说 相是有 实在是没有实体 好 所以说 观相 原妄 相是妄 但是 其是怎么样 其是真 所以说 观相 原妄 好 观相 原真 真心的真 真心所现 好 于 本无生灭的极灭性当中 对不对 好 望见有生灭 在本来就没有生灭的这个极灭的心性当中呢 好 望见有妄法的生灭 这个就是众生无名之力 就束缚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说 假如 往下面看这三个字 你众生灵 你阿曼 若是执着 妙明真心中所现之物 有 唯 实在是有 那么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 骗迹所执性 这样了解了没 好 若能 了知 依他起性是如患 如患就是不实 没有实体 那么 骗迹所执性是奔空 那 当下呢 就是原成实境 这个原成实境 也就是说 当下就是 蓄入什么 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 这样 了知了没有 好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加上一个八百四十四页 你们不用去翻 你就加上去就好 或者是呢 你找我说 老师 我如果不够够出来 我就这样买租材 他回去 意思就是说 他要好好的精进 对不对 好 那个八百四十四页 里面 但是你这个地方要写 八四四 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要如何接 不然你走到半天 你不晓得要接哪里 对不对 好 八百四十四页里面 请到了没 但是你这个地方不能放开 好 八百四十四页里面 好 到此的第一行就有了 你写八四四首行 不是非兰基的首行 第一行 有没有看到 本觉就是真如嘛 对不对 这个不用讲 大家绝对绝对不陌生 在我们真如之界内 在一真理体之界内 本来是不立一成的 那 岂有世界跟众生呢 对不对 对不对 真如体念 是不是无一法可立 无一成可染 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对不对 他是本来是不立一成的 对不对 那岂有世界众生呢 基斯有什么 皆有 最初一念的无名妄动 对不对 好 那到这个就好了 这样知道就好 然后你再还回来 嗯 因为你接八四四的首行嘛 那就了知了 好 那注意 在我们这个 在这个 起信论的卷下 第十四页 我这样讲得快 嗯 对不对 在这个 他为什么这个 本无生命中 望见有生命 这个就是出自于 我们起信论里面 卷下的第十四页 他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 任何一法都要有法源的依据 嗯 对不对 你一不要放一下 起信论卷下的第十四页 卷下哦 嗯 第十四页 有没有看到 好 倒数第三行 这个老实说 这个 要真的是要 要背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好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这个真辱的自己相应 有没有 我们现在讲 真辱的体代有没有 都我们讲过了 十方法界 是不是通是以真主为字体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嗯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对不对 啊 迷雾所共一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啦 对不对 甚凡啊 医政啊 对不对 迷雾所共一 身佛平等 主要身佛平等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性至极灭 必尽常住 恒无断绝 性至极灭 就是说 不是用 不是有任何义法可以去让他进 也不是有任何义法可以让他战 所以这个主要 本 他有一个本质 就是说 不是可以 不需要加动用恨 对 老师没有 所以说 我们常常讲 万法为心所幸 万法为心所幸 为什么心可以限出万法 好 都要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说 你只要将 374页啦 844页啦 还有这个期限论卷下的第14页啦 对不对 你把它了知了 那你就知道万法为心限 对不对 为什么成为万法为心所幸 好 那好 你们现在这样了知了 好 那现在看我这个方向 好 所以 所以 主持大德里面也有讲 三界 是为心所做 为心所做 这个为心所做 是什么心 是什么心 就是我们的 对 就是我们的无名忘心 是不是三界 就是为心 是不是 阿赖也是 就是因为无名律的薰染啊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 三界 三界 都是为心所做 这个做的意思就是造作 有没有看到 你看 夜系苦相的话 你看 三界轮转 那你会有夜系苦相 那最主要是用企业相啊 那你之所以会造业 是因为你 执举相跟记名之相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执啊 对不对 那你 你之所以会有我执 那 为心的法执 巨生的法执 巨生法只是拿自己 就是 志向 我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志向很可怕 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个志以后 你就怎么样 上他的当 以为他这个是真正的智慧 不对 他就是因为 慧 就是以他的慧心所来分别 法 有什么 有什么 可爱跟不可爱 所以说有取舍 为什么会取舍 就是因为有取舍 他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才继续有一个什么 有个第七世 因为这个是第七世 这个是巨生法 这个是分别法子 你看 就是因为怎么样 第七世 会很省私量 相去不断 为什么 因为他只做心外 确实是有法可得 所以他会很省私量 相去不断 所以相去想 这样 有没有了知 所以说 这个法源的依据 你要知道如何去掌控 如果去掌握 所有的经文 至尊所说一些经文 最主要就是在断除众生的祸 那你要断祸 你要知道祸从何其啊 没有错 无名 无体 对不对 无名无体 但是他确实 尤其是独头身相无名 他能够怎么样 他能够什么 能够藏万法 而且能什么 能生万法 很可怕的 他能够障碍我们这个清净自信 能生万法 能色万法 所以说 为什么世尊 他一再的强调 六四非心 六四非心 而且呢 怎么样 真心是有体的 不然有人讲 他必经空气 必经空气 他把那个必经空 跟断媚空搞混啊 哇 他以为 他既然万法 都是唯心所限 他不晓得 这个唯心 为什么称为唯心 是因为有 云恋无名的关系 心 即使 有这一些 三四六处 五欲 这个 五欲六燃 其实这个都是幻 幻象 知道没 就是因为幻象 所以在等觉菩萨 金刚后心 也就是用金刚瑞智 断的时候 才有办法 这个心象才有办法 怎么样 才有办法灭这个心象 但是心体不灭 知道没有 如果这样子心体不灭 因为 妄不离真 妄离真是显 但是有妄之时 真只是隐而已 他并没有灭掉 这一定 这个概念 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通常 妄于真而显 就是不觉是以本觉而起啊 但是注意哦 你说不觉 依本觉而起 你不要有本觉 你没有有不觉哦 不要搞错啦 所谓的这个不觉 是因为一念无名 心动不觉 所以说 不觉是依本觉而有 好 那么你死觉也是 就是因为有不觉 所以才要有死觉之志 这样 了知没 好 后来 今 今晚 很高三百七十页 我们刚才讲是讲一百七十页 只讲到一百七十 好 那你现在呢 所以 你现在把它 先放到一百七十四页 因为我们刚才讲三百七十四 现在先回到这个一百七十四页 讲到这个一百七十四页 我认为这个古时候这个高僧大德 哎呀他们的一句话 有时都是会打醒我们这些梦中人 一句话 怎么样的一句话 一百七十四页 有没有注意看 好注意 古德 古德 古德有云 见闻觉知 当然包括是长袖 无非是妄想 见闻觉知 无非是妄想 它这个地方是指 因为六四来讲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因为我刚才都讲过 他现在是让你们了知 法言在哪里 古德有云 见闻觉知 无非都是妄想 这个就是指六四妄心 好 那又呢 有生呢 问三知识喔 他说呢 那 如何是佛性呢 既然是见闻觉知长袖 这个都是妄想 六四妄心 那如果是佛性 嗯 那 对不对 这个善知识就讲了 再远 什么 再耳 成为闻 再比 再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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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住呢 是运奔 知道没 所以这个是义什么 好 这个是以六根来讲 好 大家有没有了知 好 那 其实 你这个六四妄心 跟我们的六根性 其实是不是就很容易分出来 好 世性虚妄 注意 六四之性是虚妄的 要讲一个 而六四之性他是虚妄的 为什么 成有 才有是 对 很好 所以说是 是不是一成 而有 也就是应该有我们的六根向外 攀圆 跟 成 相 什么 对 跟成 相远之下 所以怎么样 对 才有 是 你有 跟 无 无 成 是不起 有 成 无根 是也不起 注意 这个是 是 跟成相对所引出来的是 不是说跟成相对可以生出是 哦 注意哦 哦 所以呢 六四之性是虚妄的 因为他没有实体 好 所以他说 离成 无体 嗯 故名为妄想 但是呢 啊 我们的六根性 有没有 刚才有讲啊 对不对 啊 这个 神问善之士啊 他说如果是佛性 对不对 他说再 再演约见啊 再耳约文啊 所以说他这边有 就直接讲了 啊 我们的六根性 是真常 哦 是真常咯 不能够落入于常 也不能够落入于无常 啊 六根性是真常 为什么 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嗯 故称为佛性 佛性 也就是如来藏性 也可以讲如来藏性就是真如性 都可以讲 哦 虽然呢 古来的这一些啊 中门的祖师啊 都是从六根门头来接引学人 哦 这个实在是 我们有看到一些 对不对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啊 比方说论啊 啊 或者是书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这些的实力啊 所以呢 这些祖师 宗师们呢 就只要是怎么样 都要像 主要这个很重要 要像眼根的浓见之处 来见取什么 见取什么 见取我们的根性 就是所谓的见性 对不对 好 那正位以后 会令什么 耳根耳根的能文之处 要见取什么 文性 对啦 很好 好 那这个字怎么念 目什么 那就是 是对不对 不要念对 那 目是 目是相符 那么你要怎么样 是不是另像 鼻根的能秀处来见取 其实你闻香 是不是秀性在闻 对 所以就是秀心 好 那这个智慧如何啊 是不是像 舌根 能藏之处来见取 见取什么 对就是 藏性 当头一棒 令像 身根 觉通之处 要见取什么 知觉性 对 不思善 不思恶 是不是 就是觉知性 六指所说的 不思善 不思恶 就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所以是令像什么 义根怎么样 嘿 就见取 知道没 就所谓的 什么 觉知性 所以你由这个 为什么我这一页里面 我特别要提示出来 六指望行 跟我们的六根性 你是怎么样去区别 对不对 你也能见悟 不是浮成根跟圣一根 你若是没有见经 对不对 也就是没有所谓的 世经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 如来照妙真如行 你如何能够见悟 这样有没有了知 所以说你 不思善不思恶 就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好 这个 注意 四颗 七大当中 本是如来照妙真如行 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行 所见取的 是为本修音 意思就是什么 如来照 本如来照妙真如行 就是说 依如来照妙真如行 相应在六根门头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根性 对不对 没看到 你们看这边 所以说 本如来照妙真如行 就是应该取 本如来照妙真如行 这个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为本修音 听到没有 就是这边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以如来照的角度 这样了知没有 你看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这个见经跟见性 就是 都是以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没有 见经的话 注意见经是六经 也就是所谓的一经 就是所谓的四经元明 有没有看到 他原来是本妙本明 本觉的决心 我要了解这一点 好 这个就是 世尊 用心良苦 因为这众生本的这个身中 你找不到真心 你如何显示出来给众生 给这些以外大众看 对不对 所以是就是千种 忘心 六四 非心 非正心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慢慢 引进 这样没了知 好 现在呢 我们再翻过去 100 这个时候应该是 应该是370页 好 370页 就是一个转折点 你 所以说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令言经里面的最前面 你最好切一个 这个标签 要这样讲 为什么呢 好 你看这个370页 第四行 好 从此 有看到吗 他说第三 有没有看到那个从此 从此呢 不复称 建金 建信之名 而改称为如来藏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用建金 建信之名 而要改称为如来藏妙 真如信 因为建信是约一根之别 有没有 我们讲建信 文信 藏性 是不是都是以单根 对不对 那如来藏性 就是设六根 是种 怎么听不懂 六看不懂 来看这个 如来藏妙真如信 是不是设六根 都没有离开 有没有 都没有离开 对不对 其实不管讲建金也好 讲建信也好 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信 没有都没有离开 而且我们的眼根 福神跟生意根 若是没有所谓的建金 没有办法建物 对不对 那所以师尊讲 对不对 知道建金 他本是属于一金明 那一金明就是所谓的四金 四金是不是依如来藏妙为体 因为他要讲他本是什么 本是妙明的真心 也就是妙金明星 本是妙金明星 这样表示了没有 本是妙金明星 这个妙金明星指的知识 指如来藏心 就是说四金 他本来是 如是妙金明星 只是因为一念五明的关系 这样知道没有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 好 藏性是属于六根 是种 但是种跟别 虽然这个名称有异 但是有没有异体 有没有不同体 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一定要建 你这个是370页 所以从370页以后 你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 因为世尊要汇通四颗 要汇通四颗 他一定会讲四颗 五蕴 六入 十二处 十八戒 包括七大 对不对 他要汇四颗 所以本主来藏妙真主性 所以这个地方 他特别跟你强调 从这个地方开始 见信之明 要改称为主来藏妙真主性 见经跟见信 都改称为主来藏妙真主性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不同体 这个要非常 这个是绝对不能错 这个就是绝对不能错 这样了之了没 好 那现在我们再翻到 因为我们374页 刚才已经 已经诠释过了 好 现在呢 你们翻到 742页 好 这个有 人家会常常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舍世用根 我只要知道六四忘金是旺就好了 我知道我们有佛性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舍世用根呢 好 这个 在742页里面 好 有没有看到 弱气生灭 守余真常 这个气生灭 就是叫你舍世 因为世心是生美无常 对不对 没有实体 那守余真常 这个真常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对不对 如来藏妙真如心 对不对 那假如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 就是我们守宁言的定体 什么叫守宁言 什么守宁言 就是伏定 也就是大定 大定的这个定体 好 所以说守具是舍世 那因为世心呢 是生美无常 是妄本 他不是众生可证菩提之因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舍去呀 好 那第二句 就是用根性 守余真常嘛 对不对 因为根性是怎么样 本如来藏妙真如心 映在我们的六根门头 对不对 好 那注意在这一点 要注意 好 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才是我们的本修因 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根性 是赞然真实常著的 是真本 因为你前面有讲一个万本 对不对 六世妄心 世心世妄本 那他这边有跟你讲 好 我们的根性 真实常著 是赞然真实常著 是真本 也就是我们的嫩言体 嫩言就是大定 佛定 自信定 我们自信定之体 应当要守之 好 接下来 为什么有一个守之呢 好 这个守住 守住一根之门 就是守住一根门头的意思 不许 不许怎么样 出流 原成 就是不许 向外 攀援 出流 是向外奔承的意思 但是要入流造性 这个入流 是入什么流 入根性之流 对不对 入根性 入根性之流 然后呢 要反照自性 也就是前面啊 我们所讲的 拖连内伏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耳根原通 对不对 入流 往守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 耳根原通 里面不是一再的 开示 对不对 要随顺耳根的 文性之流 那就是 是不是根性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 使本合一啊 使觉 弃入 使觉弃入本觉 对不对 那自可离成 一定要这样 好 当常光 现前常光是什么 持本合一的时候 是不是 暂极之光就显现啊 对不对 暂极的心情显现 暂极的心情显现 就是我们所说的 长极光 长极光啊 不是那个长极光净土 要搞清楚 暂的极性之光 就是长极的真心 那个光指的是指智慧 知道没 我认为 那个光是闪耀的光 不对 那个是指智慧 无所不倒 照天照地 嗯 好 就是长极的真心 也就是我们 本有的大智慧的光明 开发显现 要知道 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 就是我们的如如智啊 对不对 好 像那个林济 林济主师讲这句话 我们非常非常的赞叹 你看 有一位无畏的真人 无畏真人 是什么 无形无相 嗯 对不对 好 在如 诸人的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什么叫做放光动地 什么叫放光动地 好 所以说我们再看隔壁行 好 福归原真 就是归于我们清静的自性 就来藏性 也就是我们的真主之心性 发本明要 发本明要 意思就是长极光现前 长极光心性显现 更成世心 不是只是哦 因为世他没有提出的 更成世心 硬实削弱 对不对 因为长极光既然已经现前 那可以骗容诸法 是唯一真心 因为长极光 他智慧现前 湛然心境 是不是无形无相 湛然常住 对不对 本无来去生灭 对不对 啊 重点就是在这边 所以他可以骗容诸法 为什么 因为可以了知 对不对 万法 都是正心所性 唯一是正心所性 所以更成世心 也就是三六十八戒啦 因此可以削弱 为什么 世不可得 这样有没有了知 所以说呢 一切的浮沉跟气势间 对不对 一切的朱变化相 就是像什么 像煎兵一样 但是呢 我们的战绩心境 就是像什么 热汤 热汤是不是可以消融 见兵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要了知 这样有办法了知 目前为止 每一个人 眼睛都是 炯炯有神 这个就是 战绩心境的显现 很好 很好 要细入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暂时 探究到这个地方 下一个礼拜 我还会再举出 就是说 你们 也许 会有模糊的状态 之处 你应该要如何 来找到这个法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表示没有 所以这样一讲的话呢 你就知道 哦 原来 建经 假如以究竟法来讲 建经 还是怎么样 还是 因为什么 因为建经还是有同婚妄见 跟别业妄见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还没有办法 真正究竟 你这个妄体 因为他有无名利嘛 对不对 慢慢 我如果说到太多 你应该等他说 哦 这个可能 对不对 不射心射念 是不行的 来 我们来回向 回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